欢迎收看股市热炒店 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欢迎陈俊妍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呢要请你来帮我们来从历史 看到我们今天的台股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 因为台股呢到底底部在哪里 投资朋友都找不到 以为可以捞底 可是怎么越捞越捞越捞不到底部在哪里 那台股呢如果说真的扁破了32元的话 那这个底部是不是更深不可测了呢 所以呢股会双刹的一个情况之下 老师要带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下呢 我们今天到底该怎么操作 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双十廉价过后呢台币是重挫 大概是六年的新低 对哦今天哦其实不只是整个台北股市是开低重挫 其实一开盘啊台币是跟着直接是重扁的 所以新闻媒体最直接一个标题就是股会双刹 然后今天一开盘就看到这种景象 而且今天来讲盘中台币最低是31.93 是创下最近这六年以来的新低 几乎啦在整个这你五年内接触股市的朋友 基本上都没有看过眼前这种景象 而且老师这个景象好像是从红补到一个月吧 就直接从29啊直接叭叭叭叭叭到快要32了 当然投资朋友都想说台币如果不执贬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我台股的底部更不用说看得到了 当然 所以说呢老师新闻上呢也这样子看他说美元大多头实在会一路涨到2023 所以呢我台股的底部是到2023都看不到吗 好了这一则新闻非常有趣哦因为我们在放连续假期之前就看到 标题还蛮大的而且是蛮聪动的没想到就说哇那个不止上个礼拜五跌 那美国股市在礼拜五的我们礼拜五的晚上就中错了嘛 那没想到放个连续假期要开盘之前又持续中错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个似乎的哦市场之间的流向是不是就要看整个美元这一边 那美元这一边如果持续在强势的话 全球的灾难全球的危机这个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哦 那个就有哦许许多多专家在提醒联主会这件事情了 那如果我们来假设哦这一件哦美元大多头一路涨到2023年的 这一个假设成立的话我们不反驳他 他成立的话那台北股市这一边怎么来看 那第一个很多人会想说哇那你意思说美元一直往上强到2023 就代表台北股市这一边来讲的话也会持续被外资提款 那外资提款就算了这边台币再继续扁外资又继续提 那生不见敌 对 那是不是就8500 台股直接落到2023年 好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悲观 反而这边我刚才来提醒就是说如果你懂得把过往的历史经验拉出来 因为今年的这种跌幅我相信就是说大概这10年内去接触股市的朋友 唯一可以想象的就是好像在那个COVID-19之前就入股危机那一次 2015年那一次会比较接近一点 然后再往前就是金融海啸了 当然我们要聊到这个历史经验之前也跟大家来谈就是说 市场上普遍会去跟大家去分享美元触顶的一个转折讯号 不外乎就是这五个 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第一个你自己联准会发现我自己这个货币政策搞到自己国家经济都有一个衰退 或者是我的财政都会出现赤字的那个才会停手 第二个部分就是另外所谓的开外挂 就说乌二之间的战争突然之间突破僵局 那是不是就会让全球这一边这么低迷的状态 忽然之间有一个可以庆祝 有一个可以反弹的一个理由 小曙光 对 那毕竟乌二之间的战争也让整个市场的 你不管是那个出口贸易或者是期货商品 或者是这一边来讲的话 整个供应链这边出现一个变化 那当然货币这一边就自然而然就会动荡 那动荡的话你自然给它一个新的刺激 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反转的讯号 那当然第一个 美国联准会这边的升息动作 什么时候指稳 什么时候放缓 会变成是整个在美元变化来讲 第一个最大的关键 现在市场所聊出来是 11月会继续升息嘛 那一直到明年1月 好那如果这一个中间唯一的变数 能不能就是说不要再升息那么多 今年升息完就停止了 好最直接就是什么 除了开外挂之外就是美国自己本身经济 跟财政的 我们可以直接跳到第三个部分 如果美国这一边的双赤字的现象出来 也就是贸易的赤字跟财政的赤字 如果出现恶化 那是不是就是说让整个在这一边联准会的动作 就开始会有一个放缓 因为当然就反抗的声音就会比较多一点 政治上面的角力比较多一点 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牵制的力量出来 好那第四个跟第五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率跟失业率 基本上就是拉回到5%以下 那拉回到5%以下来讲 最重要的它的一个意义是在于说 好美国的经济因为升息的动作出来 所以被打到进入衰退的状态 这样一个明显衰退的数据出来 才会让联准会这边出现一个收手的动作 那美元这一边因为联准会这一边升息动作收手 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反转的转折嘛 这是我们在市场上面 现在所去观察的一个主要的关键 好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下去看整个台币跟台股的变化 那你今天来讲差一点点就要扁破32块了嘛 没错 32块 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去回想的话 最近这15年内那可以扁破32块 基本上就这么两次的机会 一个是在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2015年那一年的 入股的一个暴跌 那其实跟今年来讲的话 同样一个共通的特色都是在于说 经济的危机 经济因素的危机 所以我们在节目上都不跟大家聊 就是说那个对比COVID-19那一年 然后那个破底之后拉起来 或者是国安基金护盘之后 马上V型反转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是一个经济因素的危机 并非是像COVID-19疫情那一年 是非经济因素的危机 那每一次经济因素的危机来讲的话 都没有出现过V型反转 那我们先去看台币的话 把它这个因素加进去 金融海啸那一年大盘低点是3955点 时间点是出现在2008年的11月21号 有趣的是当时候台币的低点最低 台币兑美元是最低扁到35块 哇那个很恐怖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你在最近这15年内才接触金融市场的朋友 我几乎是没有办法想象 台币兑美元居然是35块的 恐怖 好那当然最有趣的是就是说 大盘低点当时候是在2008年11月21号 这个台币当时候的低点居然是隔年的2月27号 好那最有趣的来了 也是就是说接下来历史经验最重要的部分 好第一次就算了 第二次入股暴跌那一次 大盘的低点是在2015年的8月24号 当时候低点是7203 7203点 当然是现在的行情比较难想象的 不过最有趣的来了 当时候一样都是那个经济因素的危机 所造就的一个股市的空头跟破底 好当时候台币兑美元最低来到33块半 出现的日期居然是在隔年的2月5号 简单我们从两次的经验可以告诉大家说 每一次在经济的危机 经济因素的危机出现 台北股市的低点 它其实会领先台币的低点先出现的 这个图就非常的明显 老师帮大家都把它画出来了 对所以我们直接把台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 直接走势图 把它15年把它一次po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得到 最高的两个点 一个就是金融海啸35块 刚刚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第二个点33块半 就是那个当时候因为入股暴跌 所出现的一个低点 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刚刚有帮大家去拉出来 2009年2月27号 当时候台币这15年内的最低点 35块台币兑美元 然后你一发现就是说当时候 我们有帮大家来做注计 如果你用时间点来做推算 2008年11月21号台股的低点 大盘低点3955 你就对比2009年2月27号 那个台币的低点中间差了三个月 是 对等于说金融海啸那一年 台北股市大盘的低点 是领先三个月 是领先台币三个月见低点的 好那我们再往后面去看 那2015年大盘的低点 8月24号7203 去对比当时候那一个波段 台币最低点2016年2月5号 33块半 比如说简单来讲 当时候那一次入股暴跌的 经济因素也是领先 足足领先大盘领先了台币 见低点是五个月的时间 所以贵那起 如果说以前面这15年内 经济因素的一个暴跌 好那台币的重点 其实至少三到五个月的时间 大盘会先见低点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10月份你如果看着台币的贬值 可能接下来 你有机会看到台币续贬 32块也许 但是在这个过程来讲的话 记住千万不要看着台币的贬值 然后去想说大盘低点 还会到哪边到哪边 可能1万2 1万1 你要记住以过往历史的经验 非常有机会是 你看着台币贬值 然后一直在猜底部 然后一直在猜 大盘底部还没到 可是怎么样 一转眼三个月 五个月过后发现 大盘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再破底了 因为股市会领先台币 假设说现在这个月的股市 见到低点的话 那我的台币可能在三个月后 或是五个月后才会见低点 对 你过往两次的经验来看是如此 15年内 最接近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老师那你认为呢 这个月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 台北股市的低点 如果说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如果说 市场上面现在所聊的美元 会强到2023 如果是这样来做假设 回推了三个月 回推了五个月 第一个如果说美元会强到明年的一月 第一季来讲的话 那如果去回推 那台北股市先见低点三个月 领先三个月见低点的话 那那个时间也就落在刚好10月了 是欸太棒了 我还好期待呢 10月就让我们赶快看到这个低点了 但是呢 礼拜四又是美国要公布CPI数据的时间 那这个有没有机会呢 可以让我们看到台股的转折呢 那今天呢 老师也带我们看一下 历年的经济因素 到底台股会怎么样 今天也一并告诉大家了 希望大家呢 对于我们的台股是有信心的 那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六点半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 订阅留言加分享开小铃铛 荧幕上呢 也有老师的Light 欢迎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欢迎私讯老师来询问老师 跟老师互动来做交流 我们今天谢谢陈俊妍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